从下个月起,政府每年将额外拨款150万元,为参与寄养计划的家庭提供更多津贴 照顾一般儿童的寄养父母可获得的津贴从目前的936元增至1100元 照顾特需儿童的家庭则从1114元增加到1500元 大约550名在寄养计划中的孩子将从中受惠 西瓦克和德兰夫妇过去20年来在寄养计划下 将20多名孩童带到家中,为他们提供关怀和照顾 寄养支援服务社对津贴的调长表示欢迎 而即使有了津贴,一些家庭还是愿意自掏腰包 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照料 政府从下个月起为照料一般儿童的寄养家庭 提供额外约160元津贴 而照顾特需儿童的家庭津贴增幅较大 将额外获得近400元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上高 在寄养计划研讨会上致辞时表示 今天的增加是为了加强对寄养家庭和儿童的支持 而采取的系列措施之一 本地由寄养家庭照顾的有需要孩子比例 过去八年呈上升趋势 从2013年的近三成增至去年的超过一半